日本正致力于提高女性社会活跃度 经济产业省也视其为成长战略 采取各种行动推动发展 可谓是日本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在全国动员 各企业也纷纷采取行动的潮流中 有一项将发扬日本文化和提高女性社会活跃度 相融合的独特活动 这就是Missake 日本文化享誉全世界 尤其是日本酒 出口额连续十年创造新高 受日本海外兴起的日餐潮流 及全球性体育盛世等影响 相信出口额会进一步增长 作为宣传大使 以日本酒为中心 积极宣传日本文化 这就是从2013年开展的Missake Missake由一般社团法人 Miss日本酒主办 得到日本各省厅 日本酒造组合中央会等各方支持 突破国界 活跃在全世界 Missake Japan 在日本各都到府县 举办地方大会 选出代表 他们被称为入围选手 冠军会从入围选手中选出 Missake的活动 从日本扩展到世界各地 从各国选出代表 积极活动 Missake活动赞助 及各都到府县代表选拔赛 均由扎根当地的企业 担任品牌合作伙伴负责运营 例如 堪称日本第一酒厢的冰库县 也由品牌合作伙伴企业 举办选拔赛选出代表 活动不仅限于选拔代表 在这里选拔的冰库日本酒小姐 会参与县内地方活动 以及日本酒相关活动 借助日本酒 为地域活性化做贡献 在世界中非常厉害 但我认为能够能够演出的活动 日本入围选手发表会 各都到府县的代表汇聚一堂 为了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女性 参与特别讲义福子培育计划后 迎接最终选拔会 通过福子计划 不仅能学习日本酒相关知识 还能学习及体验各种日本文化 例如镇秀和服穿着方法 花道等 这一天举办的是镇秀和服穿着讲座 他们在前往日本国内外各种活动时 往往会穿和服参加 大部分场合需要自己穿着和服 打理发型 即使是初学者 也能通过福子培育计划进步 通过在国税厅举办的日本酒讲座 学习各种日本酒相关知识 日常生活中难得接触的日本酒 博大精深 相关问答此起彼伏 歌湿一度一回的 そして 香味 香りって少しの変化なんですけど お話を聞いた後だと 香りを造り出すのに すごいたくさんの苦労がある 我认为一种香味的香味 所以我希望能够喝一种香味 我希望能够喝一种香味 终于迎来2020年7月6日 最终选拔会在京都威斯汀都酒店 拉开帷幕 开演前几个小时 正在为最终选拔做准备 2019 Misake Japan春田早中女士 也对选拔会拭目以待 学完福子培育计划的女性们 蜕变为出色的大和福子 走上最终选拔会的舞台 最终选拔会 包括三分钟的自我展示 以及评委问答环节 最终审查不仅邀请酿酒业界人士 还邀请各大领域最高权威人士 担任评委 最终选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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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选担任评 我会担任评委 我会担任评委 在家里和酒店 和酒店 和酒店 很重要 我会担心 我会担任评 我会担任评 审查结束后 2020 Mitsusake Japan就此诞生 一番印象的だったのは皆さん和の心を海外に発信したいとか 日本の魅力を海外に伝えたいとか たくさんの人に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ところがとても印象的でした 食文化をはじめとしたこういうお酒文化歴史 それをきちんと身につけてそれを発信していくというのが これが本当に大事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ので アンバサダーとして世界に発信してい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世界で非常に日本酒というユニークな飲み物として 現地に行って皆さんにこのユニークさを伝えて そして知ってもらって感動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日本酒と日本文化を広げに行こうと こ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ので ぜひ世界中の人にこれを知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Misake不仅是日本文化宣传大使 也致力于提高女性社会活躍度 今後全世界会继续注目 她们的活躍身姿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